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劉威林 歡迎收看今天的婚姻新聞 為了三百館來有兩館地 也提心沖上時間的品質以及認力 婚姻關於交通幹部局 二十六號邀請館來的工作 設計鑑造時間沖上 在後北町算大多 特館鑑定鑑定 辦理時間關部會 交通幹部局之一 這些鑑定目前已經完成大學了 甚至每年二月就可以完工 希望透過經驗的 關部會交流合目 譬如說 透水普遍時間燈燈 可以讓鑑定的沖上 向上來發揮提心鑑定力 以及鑑定的品質 絕對不願望 剛好人願喜歡 路面普遍時間的狀況 本來關交通工務局 幾十六號再去邀請館來鄉頂工作 設計鑑造時間沖上 來到後賣定山頂大多特館鑑定的鑑定 辦理時間關部會 交通工務局之一 因為這個所在的時間平靜和控制是相當的好 可以行為 管理其他沖上 合適交流的方向 其他今天常務的鑑定沖上 都可以優秀進步 那我們邀請我們所有的廠商 都派代表來這邊來觀摩分享 針對我們這個工地的一個特別的一個優點 那比如我們的自鴻香池 我們從內部看一根螺絲釘 一根鐵釘都看不到 這個是等於說看不到的地方 我們做到那麼平整 連一根螺絲釘都沒有 光這樣的一個品質 我覺得有必要分享 我給我們其他的廠商來學習 那到過後我們的邊沟 怎麼去做 怎樣會平整 那我們的新人道 怎麼去做 怎麼樣會平整 我們今天都有相關的一個博物來分享給大家 希望透過這樣的觀摩會 整個來提升我們雲林縣政府所有的 我們的工程的一個品質 本來政府標示 我真好不一定想要大多拓寬的工程 一個完成大概六星 一個明年二月就能完成工程 到時中有大概12公斤 就要看人形自形車道 以及一塊車道和混合車道 希望好用路人有更加安全速度 芒果大道到目前為止的工程進度 也跟大家報告 那工程進度已經來到六十幾% 那我們在明年的二月就會順利的來完工 那我也非常感謝我們汪令瑤局長 因為從金安獎金質獎 很多很多的工程都拿到這樣的獎項 尤其剛剛頒布的我們一一三年的金錄獎 雲林縣政府得到縣市主的這個評比當中的全國第一名 尤其是我們在道路以及橋樑的維護當中 也連續兩年獲得金錄獎 那我想這個對我們是一個很大的肯定 希望雖然大多透款的工程完成後 可以讓民眾的附近和便利的養路環境 也連結附近的建設 大動地圈的發展 記者林宏佩克 彩虹佩奧